大家好 那么今天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并访问哈斯克坦 中国国防部官方网站公告 4月24号到26号董军应邀出席哈斯克坦首都阿斯特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并访问哈斯克坦 出席会议期间 董军做大会发言并与首官国家代表进行了会面 就国际地区形势防务安全合作等议题进行沟通交流 访问哈斯坦期间董军与哈国国防部领导人员举行了会见 董军是一个月内第二次进行军事外交访问 董军4月11号至12号率团出席中越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 与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举行会谈 并签署了南部战区与越南海军设立热线的谅解标录 董军是去年12月出任中国国防部长以来的首次海外军事访问 阿斯坦纳的报道 哈斯坦的国防部长证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 于4月26号在阿斯坦纳举行 预计上海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 上海组织秘书长 上海组织地区反恐机制执行委员会主任 白国勒斯国防部长将出席会议 哈国防部长指出 此次会议旨在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 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 协调各国在应对地区安全面临新挑战和新威胁方面所做努力 董军在哈斯坦还会见了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邵一谷 另外今天俄罗斯媒体报道 普京宣布在5月份将访问中国 并将赠送赤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作为礼物 普京亲自宣布访华属实罕见 通常此类消息由俄外交部或克里姆林工发言人发布 普京仅提及5月份访华 未给出确切日期 可能暗示双方仍在商讨具体行程 俄副外长李亚布科夫也表示 布林肯旨在破坏中俄关系 但俄方相信中国不会损害俄方利益与美国谈判 美国方面 布林肯计划对中国帮助俄罗斯重建军事工业基础表示关切 要求中方停止向俄出口可用于军事工业品 如半导体、电池、机床、发动机 这立场得到G7外长会联合公报 及北约秘书长的支持 军要求中国停止对俄出口居民两个物资 尽管面临美国西方压力 中方态度坚定 强调与俄正常经贸往来 基于平等互利原则 不容外部干扰破坏 中方合作合法不容侵犯 美国指责中国资助战争并非首次 对俄能源和粮食进口也曾遭类似指扣 而对印度与俄罗斯的贸易视而不见 美国所谓的帮助重建军事工业和提供战争资源 只是打压中俄合作的借口 美国深知必须分化中俄 否则围堵难度会增加 即使中国此次争议中的妥协 停止向额出口中高端工业产品 美国还是会给予中国限制措施 尤其是考虑到今年11月美国举行大选 拜登能否连任存疑 美国政府当前承诺 可能是因政权更迭而失败 所以包括伊朗与奥巴马政府签署的核协议的教训 也警示中国 美国承诺的时效可能非常短 而俄罗斯的信任至少可以维持至2030年普京任期结束 普京这次访华很有可能会在5月9号胜利日 红场阅兵结束以后 普京将启程前往北京 届时习近平也访问法国结束 回到北京 随后普京将从中国前往朝鲜 也不排除普京会前往东南亚 前往越南访问 所以现在来看俄罗斯和中国的高层互动 特别是在5月初会非常密集 另外现在我获得的消息 俄罗斯和中国将签署一系列文件 会有突破性文件 军事方面 科技方面 经济方面都会签署重大的协议 很有可能俄罗斯方面 未来会在中国将俄罗斯的包括稀有金属 加工转到中国来生产 这样能够规避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贸易 规避美国的制裁 因为这些工厂在中国生产 就不属于中俄之间贸易 直接在中国生产 我说过 稀有金属再加上中国的稀土 实际上中俄合作 整个欧亚大陆的资源 可以牢牢控制在中俄手里面 这样的话再加上粮食 美国他想要肢解欧亚大陆 发动战争就非常难 而且包括现在所有的发达经营体 它的工业发展 它都需要什么 都需要稀土 需要稀有金属 所以中俄现在这种合作 实际上对美国 还有对北约 对昂鲁斯大克逊集团 我觉得是有效的能够牵制 你可以想象工业上没有这些稀有金属 没有稀土的话 科技工业都无法进展 而且再加上粮食 粮食实际上是控制人口的 非常有效的工具 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 在粮食方面 也可以控制世界上大多数的粮食 所以美国想要控制这个世界 想要控制欧亚大陆 美国根本做不到 所以现在来看中俄的合作 能保证欧亚大陆一个稳定 从资源 从粮食方面 能够保证欧亚大陆 不会被美国肢解 也不会出现动荡 那么和平的发展 有利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 有利于中国崛起 我一直在讲 中俄合作是保证欧亚大陆稳定的因素 而那些破坏欧亚大陆稳定 你像台独 你像美国 像日本 他们是要肢解欧亚大陆 像海盗一样 要去欧亚大陆进行骚扰 袭扰 要抢劫欧亚大陆 他们才是破坏力量 而且时间在中国这边 时间是在中国这边 随着中国的发展 财富 科技 人口 最后还要回到欧亚大陆 所以我一直在讲 美国 它和中国和俄罗斯 这种对抗 摊排的时间越来越近 特别是在台湾地上 美国是一定要打出台湾牌的 所以中国现在做好了 武统的准备 再结合俄罗斯的支持 在南海 在东海 在台海 中国都做好了开战的准备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现在昂格鲁撒克逊 对欧亚大陆整体的围堵 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我个人 我个人 我从2022年 2月24号 欧战争爆发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讲 一定要欧亚大陆的世界观 你来看待现在中俄的合作 你才能看懂 你才能看得通透 而按照昂格鲁撒克逊 他给你的世界观 你一直以为他们才是正义的 错了 他们是吸血鬼 他们是海盗 他要通过碎片化欧亚大陆 制造动荡 制造战争 特别是美国 建国300年 是战争制造者 没有一届美国总统 没发动过战争 没有死过人 所以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动荡元素 正是因为他制造战争 制造动荡 他才能收割欧亚大陆 利用欧亚大陆不团结 欧亚大陆动荡 把欧亚大陆当成他的殖民地 他躲在两大洋中间的北美 不断在欧亚大陆驻军 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欧亚大陆 什么目的 不就是肢解你吗 碎片化你吗 殖民你吗 地球就是美国的殖民地 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 阻止了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渗透 阻止了美国肢解欧亚大陆 你只有这个世界观你才理解 现在发生什么 而美国现在又告上什么自由啊 民主 你再看看对待中国的华为 对待中国的这个抖音 TikTok 那何来民主啊 何来自由啊 那不一模一样吗 灯塔现在也灭了 他也知道了 玩不转了 不玩自由民主了 露出獠牙了 这就是美国 那个美国现在已经是个普通国家了 未来就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垃圾国家 从普通国家变成垃圾国家 还需要点时间 但美国继续印那个钞票的话 美国迟早崩溃 速度会非常快 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欧亚大陆崛起的 我从这个频道一开始 我就在给大家灌输这种世界观 为什么 因为欧亚大陆才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啊 过去几千年一直是欧亚大陆 孕育出这些璀璨的文明啊 不是美洲不是那个美国 它是边缘化地带 它只有最近三百年崛起 带着个小日本 最近两百年蹦的 一百年被人压在脚下 最后现在又被人宰了 准备炖了吃肉 所以现在真正符合欧亚大利益的是 中国俄罗斯向中国这样国家崛起 才真正的是历史的正确方向 而像昂鲁萨克逊带领这些 昂鲁萨克逊手下的这些工具国家 他们是违背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 他们是边缘化地带 他们不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未来 昂鲁萨克逊统治这个世界 统治这个星球 人类只有毁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